《九龙皇帝密宝 重建天日》 近海界限界花去的九龙皇帝密宝重建天日 很多观众也是第一次见到曾造才的争绩 究竟当代艺术和文物可以如何结合 来到延续和保存呢? 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 我记得十年前 第一次我自己参加博物馆级的展览就是在这里 究竟历史建筑加文物加当代艺术又有什么新的火花 不如一起跟我们的嘉宾聊聊 大家听到《悲黑》或《书法》可能都会走隔五头 但为什么我们今次会选择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里面的展品有关你什么事呢? 我们今天就请到展览的客席拆展人 吴秀华博士Sera来跟我们讲一下 不如Sera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做这个展览呢? 这次做这个展览的原因是 因为受到游街邀请 他们希望通过当代艺术去介绍传统艺术 这次的展览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会做文字、《悲黑》和《铁片》这三样东西 如何通过当代艺术家用不同的梅材 去介绍或者如何回应传统《悲黑》的功能 然后尽量希望他们用一些当代 不单是用一些传统梅界 用一些当代的梅界 包括影像、装置、QR Code 更贴地的新媒体 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因为很多人对于《悲黑》和《铁片》 尤其是《铁片》 即是我们所说的《悲铁》 他们会觉得是一种复制品 或者纯粹是一个可以给摄影 或者给照片替代的东西 其实它远远超过这个功能 因为在以前来说 如果你单单要将自己 名流清史、流传、后世 用文字去书写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明白到这个重点 因为纸是不够保存那么久 于是他们觉得 我们不如刻在石头上 所以刻在木头也不够久 刻在石头、硬石上 就可以恒久永 而它放在什么地方 也是一个重点 如果你单单放在纸在家里 当然只有纸在家人看 如果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山上 例如泰山、翼山、一些圣山 又会有不同的意思 也不够 他们发现 如果你没有去过泰山 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你也看不到那个石头 那怎么办呢 于是乎就有传塔 传塔就令到它上面所刻的文字 可以不单在那个地方存在 亦可以增加它的流通道 亦可以流传后世 建成印刷品 是的 所以换言之 其实通过这个文字 碑刻和塔片 其实它们的功能 就是要建构历史和身份 是因为它们怎么那么努力 是要将它们的信息流传 就是它们可以是真可以是假的 是的 所以希望当代艺术家 也留意到这一点 如何回应文字、碑刻和塔片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要靠很多好像Sarah 那样重要的学者去做很多研究 去和我们一起研究这些碑石上 记录的东西是真是假的 这次展览特意选了三个不同的碑刻作品 来做 不只是有千年以前的碑刻 而且还有和我们非常接近的街头书写作品 第一就是《易山碑》 第二就是《宋皇台》 第三就是《九龙皇帝》 那为什么展览会选了这三个作品来研究呢? 其实主要这三件作品就是背后那三个皇帝 所以我们的展览才叫做《皇帝碑刻》 当代启迪 我们选了《秦始皇》 就是因为它在中国列上 是一个统一皇朝的第一个皇帝 包括皇帝这个字的皇字 都是不同的 而它的《易山碑》 就是它那么多件碑刻的第一件 所以我们就选了《易山碑》 而《宋皇台》《黑石》 其实就想将这件事 不仅是一个很伟大的远古历史 把它拉回到我们香港的历史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原来《宋皇台花园》 那里有一个《黑石》 这个《黑石》就写着《宋皇台》 其实在纪念当时 在南宋末代的时候 有两个小弟曾经到访香港 其实是逃难 留在香港 然后对于香港人来说 哇!我们这个地方 竟然有皇帝来过 很重要 是 于是他们之后 为了纪念他们来过 就《黑石》送皇台 究竟是什么时候黑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那怎么也好 这个就赖到香港历史了 然后我就觉得 去到游街这个地方 可能会更多街坊 或者不同的人 那怎么将它更加亲切呢? 于是我就想到《九龙皇帝》 对了,曾造财先生 因为其实九龙皇帝 他是一个自称皇帝 你可以称为魏皇帝 他就通过他不断的书写 他就不是黑石 亦不是做传塔 他是透过书写他自己的身份 告诉世人 其实他是有九龙半岛的地权 即是拥有权 有王族血脈 他就贯穿一个真皇帝 一个落难皇帝 和一个魏皇帝 去有一个中国历史 对了,一个线索 中国历史 香港历史 去到一个集体回忆 如何去更加贴地 令到我们身边的观众 会有兴趣 不如现在我们马上看看 有什么作品有趣 一进来展场 就立即被这幅 那么大的书画作品吸引了 而且艾佛学家 和我的背影也很有关系 因为他在我学校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老师 那怎么才可以聘到他出生 和这次作品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他对我老师 也是我以前老板 是 最重要的是 他是香港书法界很重要的 殿堂级日码 因为很多香港的书法家 都是跟他学的 李潤环先生 李潤环先生 这次作品最特别的地方 其实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个冲破了一些突破 包括用的媒体 和他的笔 他不是用普通的毛笔 他是用油素油 另外也不是用木 他是用金油油 你看看 其实这个不是耳 而是用防水布 所以对他来说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挑战 你看看香港九龙新界 其实都是不同的书体 是 李教授 其实他和我分析原来 他特意将新界用旋书 是 然后九龙用帝书 然后香港用行启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文字或书体的发展 相对最早就是 如果这三个 就是由算书到帝书到行启 对 对 其实香港历史最早就是新界 对 然后九龙最后是香港 所以他突然这样摆 有个心思 在我们身边 就是来自澳门的梁南波教授 所做的 数字水墨生成艺术影像装置作品 听到名字 便知道是科技 这次这件作品有什么特色 其实你看到很大的黑色洞 其实他想模仿一个巨大的石碑 而梁教授他做了一些很大型的沉浸式体验的装置 但因为长地 于是他做了一个迷你版 因为梁教授他不单是用视频 不单是用录像 亦有声音 他用了钟落去配合 而他里面的元素 不是用电脑就这样生成出来 而是他先用毛笔书写 一些书法的笔墨 他不单是看到字 而是看他的笔络 而那个影像是配合整个音乐去演变的 那种可以甚至伸个头进去 这样就可以一个迷你版的沉浸式体验 你听到声 你看到影像 亦可以有一个在里面的感受 在我身边就是今次展览最年轻的 艺术家做的一个蒜黑作品 远茜就知道是一个QR曲 它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这个QR曲里面的文字 是用广东话书写的 这件作品叫做《再见旧香港》 其实就是曹卓炎希望表达 如何关注身边的旧事物 或者是一些历史 而它里面 特地刻在一个印章石上面 然后就再全塔出来 不是印的 是全塔出来 然后再把它砌成一个QR曲 那样 于是乎观众可以用电话 插个QR曲 然后就会带他去看 这个神秘的地方 对 我们先把关子 黄帝悲黑当代看的 其实不止尤佳的展场 我们还会去看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那为什么今次分了两个展场 展出呢 因为其实本身 这个尤佳是 他们邀请我来做展览师 所以我们也理解到 尤佳这个展场 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展场 那两个特点 那我们传统一点 那边的观众 也可能更保守一点 但是尤佳的那些 就比较年轻一点 也更开放一点 所以我们选择的梅隔 尤佳这边就比较活泼一点 是可以有多些参与的 但是我们香港大学那边 就可能会比较静一点 平面一点 传统一点 但或者是由传统出发的 现在我听完Sara的介绍 又看完展览 我都很想立刻再看一次这些增值 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在尤佳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展览 在我们身边就是艺术推广办事署总监 刘凤霞博物馆 刘凤霞博物馆 不如请刘凤霞博物馆 跟我们讲一下游街实现 究竟有什么特色 和前身是什么历史建筑 游街实现 其实前身是香港游艇会的会所 是 1908年起后 记得是西式建筑 但是香港发展很快 是1930年代填海 所以游艇会就没有海边 就搬到其他地方了 剩下这个历史建筑 就交给政府了 很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建筑 由1930年代交给政府之后 其实从没有开放过 成为一个公共的地方 直到2013年 我们将它变身成为一个艺术空间 就完全是公开这样 被市民带走 亦都变身成为一个 跟艺术相关的场地 游街实现作为一个艺术空间 我们的活动 其实我们分了四个面向 其中一个面向 我们叫做游街着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整个空间 其实超过七八成 都是户外的空间 我们有些百年的老鼠 有些新栽种的果树 花树 我们又建了一个龙铺 做一些城市耕种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 话虽我们是做艺术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 艺术不离开生活 还有我们希望 我们的观众 就不断割裂 純粹说是一个纯艺术 其实是想回去生活 所以我们也都在我们的艺术空间 做回这个可以贴地去生活的东西 尤其是在北角 游街正正就是给很多不同高楼大厦 包围着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我看到一些市民在这里 就算不是停留看展览 他们经过然后坐下 然后可能吃个午餐 但是又见到展览 见到有建筑物 走去走走 那个感觉就觉得 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跟生活角裂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机会来到游街 实现 享受这里的环境和展览 我们今天在这个展览里 就看了一个王拳 如何由盛转衰 民间又因为如何得到灵感 所以去创作 我们看了始皇帝的几宫碑 看了洛兰皇帝的纪念碑 又看了魏皇帝的街头物跡 其实不止文物 我们现在生存的古迹 还有很多历史建筑 其实都肩负了记录历史的重要使命 这样后人才会有这么多珍贵的资料 可以研究 很多当代艺术家 再做出他们的作品 来回应历史 可想而知 不止文物有守护和保存的功能 当代艺术都一样可以守护 我们珍贵的历史文化 所以希望大家来到一个 这么漂亮的古迹地点 看到一些这么珍贵的历史文物时 可以多一个角度思考和欣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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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